啊 姑娘 你有没有看到一对江湖打扮的年轻男女路过此地 有啊 在哪里啊 啊 去那边了 多谢姑娘 来 让你跟着我 王弥天涯 我真的于心不忍 你追了我四生四世 我就忍心了 对了 我应该叫你小静 还是牡丹 那我应该叫你李大哥 还是李东斌 为了掩人耳目 你还是叫我李大哥 我还是叫你小静 嗯 也好 我们必须山林 隐姓埋名 应该不会被发现才对 我释出法力 天庭难以追踪 只要我们躲得过钟馗 也就不用再害怕任何威胁了 我是说 如果钟馗真的发现了我们 我们动之一情 他会不会放过我们 职责所在 很难说服他们 放我们一马 在那儿 快走 你们跑得了吗 杜碎靖 为了他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我只有这个选择 好 我就成全你们 住手 你们就这么一走了之 算什么朋友道理 你们这么做 能对得起刘丹吗 师兄 我确实对不起你 在你面前我无话可说 如果你一定要杀了我才能卸分 我绝不还手 你真的不肯回头吗 既然已经决定 又怎么能回得了头 小静 如果你选择留下 我可以做到既往不咎 我们已经决定生死与共 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刘丹 我跟你一样 都对他一往情深 他竟然选择跟我生死与共 我对你除了抱歉之外 别的话也不想多说 你要杀 要过 请你随便 我绝对不会还手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就不让你们欺负他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让你抢走他 你夺人之欺 还敢这么大言不惭 你知不知道凶事啊 我们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得不到你说长道路 柳丹是我的朋友 他的事我就要管你 医生 天涯何处有芳草 你何必如此执着 会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芳草满天下 难逼我心中已知话 柳二哥不必再劝 我绝对不会放弃 李兄 我知道你与公孙姑娘 情比时间 要是换作平时 我一定会给予祝福的 可惜今日 事关朋友道义 我就不可以袖手旁观 忠兄多此相劝 处处留有余地 李维明感激不尽 只可惜我心意已决 辜负了忠兄的一番心意 既然如此 我们只好得罪了 好啊 终于可以开打了 大哥 这股妖风真厉害 居然能把我们震开 这绝不是妖怪所为 难道是其他神仙在帮助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是神仙朋友知道我们有难 特地出手相救 如今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能救你们呢 多谢王母娘娘 真是好几百年 没有见到我的牡丹仙子了 拜见王母娘娘 好孩子 苦了你了 娘娘 一时情意 换来数百年的苦 你不后悔 受苦之日 不止我一个 他不离不弃 我当人无怨无悔 有一件事 我必须提醒你 请年龄事下 最近我才知道 我私下帮你下凡 玉帝 早已接获密报 此事 还有谁知道 玉帝装作若无其事 我也不好主动追问 至于谁告的命 就不得而知了 难怪忠魁暗中试探 原来他是想证明我的身份 他早已对你产生了怀疑 我就是算出这一点 才协助你们逃过一劫 多谢娘娘 玉帝顾及我的颜面 我也不能伤了他的尊严 以后的事 就靠你们自己处理了 我也爱莫能助 我们也不敢奢望太多 只求 多一天相处 就少一份遗憾 日后遇上危难 就靠你们自己了 你就把法力收回吧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与牡丹 做一对平凡夫妻 哪怕我们都不能白头到老 至少我们可以生死相随 如果我的法力恢复了 恐怕这一点都无法做到 还请娘娘保管 其实没有法力 就可能多争取些相处的日子了 我就成全你们吧 娘娘 吕洞宾还有一事相求 你尽管说 我一定谨励而为 牡丹中了妖术 一旦我们的肌肤相碰 他的体内就会出现芒刺 赐你仙丹一颗 必能化解妖术 多谢娘娘 牡丹 你怎么样 牡丹 好多了 多谢娘娘 你们还记得 这是什么地方吗 当然记得 这是当年牡丹的家 此处荒废百年 你们就就地重温吧 钟魁肯定认为你们必去山林 短时间之内 绝对不可能找到这里 你们应该安心住下 大颖于是 多谢娘娘 你们多保重 我回天庭去了 恭送娘娘 我来 大哥 你是不是还在想 是哪位神仙救了他们 不用想了 八仙青铜手足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另外 王母娘娘也很关心他们 出手相救也不足为奇 你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看来应该是王母娘娘 如果真是娘娘出手相助的话 我们可就麻烦了 难道娘娘会不会为了他们 公开跟御地作对 要是公开作对 我们还有推卸责任的机会 最怕是暗中悄悄地帮忙 我们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照这么看 你已经确定李卫明就是吕东斌了 你以为天上那些神仙 都是吃饱了撑的呀 不管是哪位神仙出手相救 都足以证明李卫明 他不是一个普通凡人 否则的话 也不值得神仙亲自出马 是不是 看来我们也算是因祸得福 至少证明我们已摸对了方向 不用在大海捞针了 方向是摸对了 只可惜要找他们两个 还真是大海捞针呢 高了半天我们又掉进海里了 错 不是海里 他们应该是躲进了山里 前世我们相聚一次 分岭于此 这里有我们的欢笑 也有伤悲 而今生 能在这里相聚 对我们来说 意义重大 但愿 只有相聚 不再有分离 答应我 不管以后在任何情况下 你也不要像以前一样弃我而去 哪怕是为了救我 我已经明白了 在这天地之间 除了你我在对方心里的位置之外 我们再没有任何容身之地 你我都受够了折磨 所以 我再也不会用今生之痛 换来世之苦 牡丹 让我们珍惜今生 未来如何 就顺其自然吧 嗯 嗯 嗯 对 但是 这 欢迎